皆是个真相啊 欠了十年的债 为了还债写了十一本书 自从能住进五星级饭店 能在录影的间隙 吃盆水盆羊肉的时候 陆琪就再没有写过好小说 我今年一定出一本书 好吧 其实就是这样的 因为好编剧 脱离的生活 怎么可能成为好编剧嘛 就是今天的一个编剧 如果它不坐地铁 如果它不骑共享单车 它哪里能写出深刻的作品啊 这是一定的嘛 所以我不讨论艺术创作的事啊 我要说的是什么 这就是生活的得失 你们俩就像 他在人生的两个阶段 女生还在追求那个 男生追求那个 你们有不同的阶段 其实没什么 就各自祝福 各自安好就行了嘛 自己看着办 没有什么建议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我对你的爱的方式 可能会限制你 可能会让你不舒服 但是我觉得 一切都可以变好 我觉得我对你的爱 太严厉 我从来没有说为你考虑过 而是 而只是让我自己 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让你强求跟着我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 我们都能放下自己的那份骄傲 我觉得我们可以走向更好 我以后也不跟你讲了 有啥事商量着来嘛 对吧 哪有什么一锤定音 还是咱俩慢慢商量 对不 我以后也不会修你了 就要去北京 回不回去 喂 请回 谢谢两位 就这姑娘穿着一身 说的这些话 我真的完全合不在一起 来 请关门 接下来的问题就很简单了 就是预测吧 两个人肯定会一起出来的 两个人都会出来 让他们慢慢磨合吧 说不定都向一致的方向靠拢了 应该都会出来吧 严肃 活泼 紧张 团结 呦 这八个字他们如果融会贯通 就没问题了 都出 来吧 咱们看结果吧 请开门 请开门 哈哈哈哈哈 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 谢谢郎妹 请回 年轻真好 希望他们好好享受 这段美丽的时光 如果能够把这段时光 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也祝福他们 幸福快乐